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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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David,今天给大家做一个开箱,为什么在野外呢,等待会我们开箱了就知道了,那废话不多说,今天准备了一个大一点的刀啊,因为我不想冻死在这儿啊,那就赶紧开箱吧。 那从拍头上,大家应该也知道这是什么鞋了吧,这就是前几天,因为现在NBA是All-Star Week嘛,所以就出了几双乔丹衣,然后我每年都会买,为什么雨速这么快呢,因为很冷啊,这双鞋去年年底就leak了,leak完以后大家说,哇,这么好看的鞋,肯定是的,难鞋,结果二月初的时候呢,官方发了一个这个official的,就是官方的, 图片和这个官方图片,然后说明这双鞋竟然是一个女鞋啊,女鞋大家就很失望,但是呢,女鞋就很难抢了,因为女马本来就小,然后少,所以很多男士她没法穿,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双鞋的鞋盒吧,鞋盒的话是US8号,然后这边可以看出来是Warman的Air Jordan 1,Hi OG,然后 然后这双鞋呢,打开鞋盒,拿另外一只脚吧,另外一只脚好看,OK,我们先把这个鞋盒搁进去啊,这双鞋呢,大家可以看一下,非常漂亮,然后这个是个女马的8号, 也就是减1.5号,就是南马的6.5号啊,所以非常小的一双鞋,然后这双鞋就是,它的官方名字好像叫UNC Pattern Leather,就是北卡兰的漆皮款,哪也有人管它叫Blue Chill,所以呢,我们今天就在外面, 一点也不蓝的天,但是超级Chill啊,好,这双鞋比较简单,没什么多的可以说,就整个鞋全是用这种漆皮Pattern Leather来制成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整个鞋都是用Pattern Leather制成的, 那么,主要是用三个颜色,就是北卡兰,白色,然后这边大家可能看不太清,和观图的话也就是显示的比较黑,但其实它是一个深蓝色的这么一个颜色,实体看上去的话会比较蓝一些,但其实蛮好看的,这双鞋北卡兰的区域呢,就是,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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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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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鞋舌这边是用尼龙布料制成的 然后这边很厚 打开鞋舌我们可以发现里面鞋垫是有一个Nike Air这么一个标志 不是这种耐克或者乔丹Jumpman的这么一个logo了 那这双鞋呢就因为是女马 所以超级超级贵 现在如果是中国比较流行的号就是 美国的9.5到10吧应该 就是差不多8到9这样子的号 就已经在500多块钱了 UNC的话很少一双UNC这种颜色能到900块钱 一般都是黑红配色黑红黑配色这样子 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 这双鞋到底值不值现在的市场售价 可以看一看 这双鞋目前是今年比较漂亮的 Air Jordan 1了啊 那个男款的那个Turbo Green 简直的它这边侧面还写了一个字 我都不知道什么意思 写了一排字 超级如果没有那个字还可以 但是跟这个没法比 然后漆皮的乔丹1的话 有一个不好的地方 就是你穿它的话 它这个漆皮前面这个鞋面跟这个鞋舌的地方 就会褶皱 褶皱完了就会很难看 所以大家如果要穿的话可以做点什么防护之类的 那我要冻死了 要赶紧回去补血了 如果喜欢影片的话 记得点赞留言转发 然后我的所有信息都可以在下面的简介里找到 今天就这样了 拜拜 拜拜